而且这段您关注又有市议员深陷助理费的争议了 这回呢出示的是高雄市议员黄绍婷涉嫌福报助理费 目前服务处已经被搜索了 不过人却没有道案说明 因为在检调发送搜索的前一天 他已经出境前往大陆厦门了 而外界质疑这到底是刚好有公务或私人行程 亦或是收到消息先离境呢 在沉默30个小时之后呢 那么这名市议员黄绍婷也发誓 他说从政十余年来助理费的申报绝对合法 没有福报更不曾侵占公款 呼吁大家要查明真相来还本人清白 而另外呢大家会觉得怎么好巧不巧 就刚好在搜索前夕离境了呢 那么黄绍婷也进一步解释了 他说在26号上午出境是既定的私人行程 绝对没有畏罪显逃 而且自己也没有行踪沉迷还拍了影片来解释 同时他也说也没有检调泄密给他 他获知这个搜索消息之后 也有主动致电给检调人员说会配合调查 那么事务处理完毕之后就会回到台湾 道案说明了 而与此同时呢外界也很好奇的是 除了搜索服务处之外 黄绍婷他的住家呢一样被搜索 双亲妻子等17人呢 有7人被列入被告 6个交保一个申请羁押 而其中深压的就是他服务处的副主任 不过法院是裁定请回 目前检方还要再继续抗告 而至于他的涉案程度 是否如同他所说的清白 有待他从大陆回到台湾之后 向检调好好说明 服务处被搜索超过一天半 黄绍婷终于现身 虽然是透过自录影片 但除了否认潜逃或事先知情 也表示已经跟检调联络 会尽快放过说明 取得谅解之后 我承诺会在这一两日 事情办完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国内 主动倒检调说明案情 但外界关心 到底有没有福报助理费 他也先帮自己定调 绍庭从政这十几年来 助理费一切合法 没有所谓的福报助理费 或者是公费进到 我个人的口袋当中 一现身就胸有成竹 似乎也跟正办进度 出现逆转有关 原来检方搜索当天 还传唤十七个人 最后七人被转为被告 其中六人分别以两万 至三十万元交保 一人遭到生压 其他人连同他的父母 则是被请回 但经过积压庭 院方最后让服务处的 周姓副主任吴宝请回 也让检方立刻发出声明 将提出抗告 希望司法能够误网误众 然后对少庭议员来说 因为他深耕地方 非常的久了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 他能勇敢的面对 能够尽快能够返台 然后亲自跟大家 来做一个说明 虽然国民党暂时没有动作 近代调查 但二十七号下午 司法人员再度来到服务处 就算黄绍婷还没返国 双方第二波攻防 俨然已经提前展开 TVBS新闻李一般 我少龙何一信高雄报导 而是议员黄绍婷 深陷助理废案 目前检调缤纷多路搜索 也约谈了身边所有的亲友 还有服务处的工作人员 可为何这么刚好 他会在搜索前夕来出境 现在呢 其实检方也已经分案调查了 要来查查看 他是否真的是收获相关的情资 因此可以事前出境 而且怀疑呢 有没有相关人员 违法了侦查不公开的办法 高雄地检署也已经分他自案 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呢 外界也好奇 其实黄绍婷在国民党内呢 可以说是著名的正二代 因为他踏入从政之路之前呢 其实是东海大学物理系 而后呢 到美国加州的南加大电机工程学系 来攻读硕士 也曾经是台积电的驻美技术经理 接棒他的父亲黄芳仁参选市议员 从06年那么一直连任至今 那同时10年的时候 也有开车肇事逃逸的争议 不过近几年呢 因为随着台积电在高雄设厂 他有多有琢磨 在地方上呢 外界也会认为他是刺激 当地产业发展着力颇多的市议员 这回助理费案 能不能够全身而退 就有待他顺利回到台湾 进一步说明了 而与此同时呢 大家在检视明代是否清廉 很多人呢 也在检视行政官员的操守 也是相当的重要 特别是试涉呢 主管机关 如果与媒体公司有赠礼付账的关系 这说得过去吗 我们来看到NCC的代理主委翁伯宗呢 先前就被民众党爆料了 他的年节赠礼 但是呢 这个收据的收款付款单位 居然是广播公司 在111年1月8号的时候 购买了这个鱼产品的 4万1000块钱的发票 而与此同时呢 民众党就质疑了 NCC耶 你可是主管广电媒体的 这样难道不知道要避险吗 怎么会出现如此离谱的事情 而同时呢 也出示了111年1月6号汇款 26700块钱的记录 而这笔费用呢 是年节的余货汇款 同时还有福星行 111年1月10号 开给NCC的26700块钱的收据 而上头也盖着已经付清了 那么黄国昌就质疑 这些收据会不会是事后再补单 而且现在我们的记者 也采访到了这个出货的店家 他们说先前呢 有一笔4万多块的价钱呢 汪先生觉得价钱太高了 买2万多以吐脱鱼为主的鱼货 而出货时呢 又把要作废的4万多块的收据寄出 后来又补记了2万多的那一张 那么一来一往 这金额的落差 会不会影响到这暴涨中间的遗云呢 现在NCC的账目也被指引了 就是4万1的单据不是我的 吉利撇清真的没花其他公司的钱 买鱼货送礼 在黄国昌爆料一周后 NCC代理主委翁伯宗 现身海约 强调自己的确有在去年1月上澎湖店家买鱼货 但花的是特资费 而且钱是2万6千7百元 并被黄国昌出示由竹签广播公司买单的4万1 翁伯宗更拿出去年1月6号的汇款记录 网路转账还注明翁伯宗买鱼货 另外也有一张店家1月10号开出给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收据 金额2万6千7百元跟黄国昌那张不同的是 翁伯宗的该有负气 请NCC的违法代理主委翁伯宗不要再说谎了啦 你说你用特资费2万6千7买了鱼货一批 那我就请教你 你买了几份 一份多少钱 事后被人家发现了以后 事后才在补的动作吗 而卖鱼货的老板透露起初报价4万1 翁先生觉得价钱太高 后来改买2万多块鱼货 只是出货时 误将要作费的4万多元收据寄出 所以才有补寄2万多元的那一张 而这会不会也是翁伯宗当时急于追回收据原因 你说那个收据不是你的 那我就请教翁伯宗 既然不是你的 你还大费周章自己亲自去拿 拿了那个收据以后 你又把那个收据拿去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欲获礼和争议还有待厘清 但这鱼已不知迟到哪里去 七位片新闻 刘立成串柔成正台语报道 而再来受惠案件 但您关注到的是有诈骗集团架设假的博弈线上网站 来诓骗这些高收入的逐科工程师陷入套养杀的境地 原来他们既有跟这些工程师熟识 让他们到自己架设的线上博弈网页进行投注 一开始让他们的小赢让他们沉迷于网路赌博当中 后来越赌越大 最后有一名29岁的工程师居然欠下了3000万元 欠了将近4000万元的债务 而受害者还不止这名工程师 又其他工程师也一样受害 还有清洁公司的老板甚至签下了300万元的债权 而捨立着这个套养杀的过程当中 他们以为自己在玩赌博是几率的问题 但其实线上博弈这些诈骗集团 都可以从后台来控制赔率 而先知他们就没有办法偿还债务之后 家门狗都被贴满了相关讨债的这些海报 让他们不得安宁 而工程师最后只能卖了房子躲避他乡 人生也禁毁了 刑事局的特勤人员一左一右 驾着身材壮硕的诚信男子 就算是帮派前会长 洛网这一刻还是很在意 在子女面前的形象 他之所以被抓是因为牵扯恐吓讨债案件 十名同伙两天内先后 洛网因为做了这些事 全被监视器拍下 深夜时间两名嫌犯出现在这处民宅 他们把设计好的讨债海报 一张一张张贴在竹科工程师的住家外 用这种让人难堪的公告方式 逼迫被害人还钱 也让29岁的被害人 向了在今年4月举家搬走 受害也很惨的 还有这名被害人 本该是幸福的全家合照 却被张贴标语 说一家之主欠钱不还 嫌犯租来小货车大肆宣扬 包含被逼迫的两名竹科工程师 三个人再也忍受不了 只好报警 诈骗金额高达8千余万 不法获利6千余万 受害的40多岁工程师 欠款8千多万赌债 还了3千万还是被逼 另一名工程师 债务还差1千多万 也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好卖房 而清洁公司负责人 则是被朋友害惨 因为帮忙担保300万 每天提行吊胆过日子 就连名下的进口车 也被嫌犯开走 警方调查 嫌犯过滤酒店名单 锁定竹科工程师犯案 又骗他们玩运动彩 网路百家乐 等到欠钱后 就逼签本票写借据 由于百家乐输赢很大 被害人一夜之间 就欠下500多万 嫌犯因为曾经经营酒店 锁定高薪的竹科工程师 曾经小姐眼中的恩客 也成了代载肥羊 TV线蔡明薰 韩尚伦特别报道 而如果工程师不还钱 还不起钱 基确欠账款 这些诈骗集团 还伙同黑帮来讨债 而根据了解 有10多人联手套养杀 这些工程师高薪的阶级 那么根据了解 他们都有太阳联盟的背景 而且讨债的方式 跟以前动则颇期殴打不同 他们采取是安静讨债的策略 给这些欠债者心中 种下压力 比方说贴海报 或者是你所到之处 总会有人盯着你 而这样的讨债行径 虽然跟过去暴力讨债行事不同 但是对被害者来说 也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还可以规避法律责任 因为他就是看着你 并没有伤害你 也没恐吓你 因此也很难构成恐吓的刑事罪责 头戴安全帽穿着雨衣 刻意要遮住长相 两名男子来到竹科工程师的住家 手上拿着纸再用胶带到处贴 一旁墙面已经被贴了四张的海报 但这样还不够 只要有空位都把海报贴满 才总算愿意离开 住家门口成了这么样 不止大门几乎全被贴满 围离上也贴了整排 但这些全部都是讨债海报 仔细看还能看见身份证被印在上头 工程师遇上黑帮恐吓取材 不堪其扰还因此离职搬家 黑帮贾伯义真诈财 落网时人当中 41岁的陈姓主贤 是太阳联盟胡扣组的前会长 找来心腹31岁的叶姓男子 胡扣组的组长来帮忙 主贤负责找人设计贾伯义的网站 而叶姓男子则带小弟四处讨债 这位嫌犯不止像这样子 把讨债的海报贴在被害人的住家 还会在上下班时间的时候 出现在他家楼下来丁绍 借此让被害人心生畏惧 但有别于过往 把人压走打断手脚的激进方式 这回讨债的对象是竹壳工程师 黑帮的做法也有所不同 那如果以乱贴乱章贴一些言语 那言语上还不到恐吓的程度的话 顶多也是算是骚扰 或是废弃物之类的一些行者而已 相对而言是成本比较低的 如果以犯罪者来讲 竹壳工程师掉进黑帮陷阱 由于有正当职业 用贴海报的讨债方式 就足够让他们带来压力 这回被害人被骗光积蓄 却又不敢出声 案发一两年的时间才敢报案 默默隐忍的受害者 人数恐怕比想象更多 有新闻无权价漫台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